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今天我們要看影片 因為我明年初就要生小孩了 就真的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幾次兩個人旅行 所以想說趁生小孩之前呢 我們兩個想要在我身體還可以負擔的狀態下多去旅行 那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和歌山 我們是先坐新幹線到大阪之後 在新大阪車站這附近的トヨタ租車 然後開車去和歌山 非常有趣 しかも今回是蜘蛛のスケジュールが多くて 蜘蛛ジュース、蜘蛛ゼリー、本物的蜘蛛 全部をね、味わ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ね、見て 今画面二人なんだけど これから一人出るんだよ 餅? 哈哈哈 今日はね 実質餅も蜘蛛一杯食べれるってことだからね 確かに 本当に餅ばかりなんですよ 那我們就走吧 や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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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橘子 や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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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午餐 我們兩個點都是他們這裡很有名的餐點 是今天丼還有海鮮丼 整個超大的 很大耶 他們這個食堂裡面有非常多是面向海的位置 我們現在坐位置就超好的 眼前就是一片超漂亮的海景 開動 現在吃炸蝦 哇 超級飽的 它是很堅定的 它是蝦子是真材實料的耶 而且它的天丼醬好好吃喔 魚也超級飽的 因為我吃飯的時候有很多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 可以買到食材的食材 因為這個休息站也是很多大阪人也會特地來 無言的都吃了 我剛剛一直往吃 很好吃耶 超級飽的 超級飽的 好 那我們吃完午餐 那我们现在来到一家咖啡厅休息 叫做Testimone 这家咖啡厅离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 开车差不多只要10分钟 而且他家餐厅很特别的事 在里面每个位置吃饭 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真的超漂亮 那因为今天风比较大 所以我们两个住在室内 但是室外的话 就可以更实际的感受那个海风 确实是,外面也很感到感觉 嗯 那这一次我点了一杯 热的花草茶 它这个是不含咖啡因的 所以孕妇也可以喝 我来到阿里田蜡汁的汁 对,我刚刚说 都来到河哥山有甜事了 一定就要疯狂喝菊子汁 哇,那花草茶的味道好香哦 好舒服哦 哇,非常濃郁 好吃 阿里田蜡汁非常美味 哇,是那个花草茶的味道很香 很香 嗯 那个花草茶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味道 很好喝耶 哇 好喝哦 好喝 这个菊子汁喝起来也很清澈 对 这个味道很清爽 对 这个味道很清爽 很清爽 我来看看 好喝哦 好喝哦 这个味道很香 嗯 这个味道很香 它下面那个布的部分很绵密 来吃看铁拿米酥 你不要一直学我啦 嗯 嗯 好喝哦 好喝哦 好吃耶 超好吃的 我们现在出来外面 外面超漂亮的 你看到奥运里面 很明显 哇,雲也很漂亮 光也 光也很明显 非常漂亮 哇,只要看这个景色 今天一天很漂亮 我觉得 我来到若运里面 但是 很舒服 很舒服 对 好像比较最適的地方 真的是看不逆文當開車 我覺得開車好帥喔 哇~~ 我們眼前是滿滿的海景 超漂亮的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土產店 叫做梅藝 像這個橘子果凍非常酷 大家看它果凍裡面是有一整顆橘子的喔 那另外這一款雖然裡面沒有一整顆橘子 可是它的口味是更濃的 因為它裡面還有更高量的橘子果汁 我常常用這種袋子的袋子 我常常用這種袋子的袋子 而且它是ZIPLOCK式的 所以可以吃或辭職的 現在天色有點暗下來了 我們文當要去附近的溫泉設施泡個湯 然後泡完湯之後呢 就要去旅館Check in了 好期待 哇~~ 超級好 這個温泉的匂い大好き 真的很舒服 這個匂うだけで心癒得到 我希望會感到很舒服 我會感到很舒服 後面呢 而且大大窗 開開大窗後 露天風呂也變成了 很快樂 疲れた時期間 會限制的 真的 疲れた時期間 真的 真的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溫泉旅館 吃晚餐休息 迎接明天早上的菜吃 太刀魚吃起來就是很軟嫩 他們這裡有附餐點酒是美酒 那我就跟文當乾杯就好 我不喝 乾杯 乾杯 我們這次就是一個太刀魚SET 太刀魚吃起來就是很軟嫩 白生魚 這個太刀魚吃起來就是很軟嫩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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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進去直接化掉 超好吃 嚇到 換我們文當來吃吃看太刀魚 就開動了 很驚訝 很軟嫩 真的沒力 很軟嫩 很燃燃 很燃燃 很美味 嗨 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我們的房間 給大家看我們的房間已經鋪好床了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要睡覺的地方 太刀魚太好吃了 太刀魚超好吃 當然每一道都很好吃 但是我個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太刀魚的蒜蒜鍋 太刀魚太好吃了 就講嗎? 欸 我呢 昼日的海鮮丼很喜歡 真的耶 海鮮很美味耶 對 若山的海鮮很美味 那我們就準備休息 明天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晚安 好 大家現在我們要來進行這次和歌山 最重要的行程就是 採橘子 Yeah 這次我們來到了橘子園 叫做Sky Noen 要來這個橘子農園採橘子 可以全天在我們住的地方跟它申請 就可以直接過來了 但一個人是日幣800元 一時間吃放大了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樹上 很多時候吃到一起吃 我們又要吃 這是什麼 好 好 不舒服 好 農家說是拿著鑽子的 這個鑽子的 然後就這樣 再半分也放在這裡 然後剝開 很便宜 對 很便宜 很努力 超級甘 好漂亮 我超喜歡吃橘子的 好甜喔 而且爆汁耶 這種蟹蟹農家 像是山上的那樣 但是 這個菅井農園 是平地的蟹蟹 所以 妊婦也很棒 哇 不錯 小小的東西 有很多蟹蟹 真的 一時間吃的 很素晴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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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大家看 這裡也超小的 很美味 很可憐 只要看一看 小小一塊 吃起來沒有負擔 而且超甜 超多汁 很美味 真的 我真的吃了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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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吃了 對 吃得超快的 今天天氣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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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棒 我們剛剛採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橘子 這個樣子 很可愛 很可愛 很棒 我們剛才採完橘子 現在來到永田市 就是他們這裡非常有名的果園 找和果樹園的商店來買一些橘子的特產 這裡有很多種食物 吃的食物 所以 可以買到自己的蟹蟹 可以買到自己的蟹蟹 也很棒 那除了橘子製品之外 這裡還可以買普通的橘子回去 而且跟大家說 這裡非常酷 是這裡可以試吃 而且試試就是一次可以試吃一整顆橘子 那他們這裡還有禮盒 而且他們這裡的禮盒都可以幫忙做寄送 我記得Ru-chan常常喝蟹蟹的汁 但這裡有三種蟹蟹的汁 所以 這裡是全部的種類 放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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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非常好吃 那這裡很特別是 還有賣各種口味 跟品種的橘子Smoothie 那他們這裡還有賣橘子果凍 而且這個橘子果凍是不加任何水的喔 那除了這種罐裝的可以自己帶回家之外呢 也有像這種比較適合拿來送人的包裝 那剛才我看到他們這裡還有賣橘子的茶包 有綠茶跟紅茶 還有一般的橘子茶 因為難得來了 就是台灣的觀眾應該比較難買到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三包要送給大家 那想要的人呢 可以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就會抽出三位寄給你們喔 這裡可以抽出三位寄給你們喔 這裡可以抽出三位 一道是這個不同的嗎? 對 哇!很濃郁 哇! 很甜的 很甜的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味道 我也是 謝謝 好吃 真的超好喝的 而且跟大家說 這一款最甜最濃的 是只有這裡 還有另外一家白冰店買得到 在網路上跟其他地方都是沒有販售的 幸福不積まってる 超級飲品的 嗯 很濃郁 對!很美味 很美味 對!很美味 很美味 這間店是我們這一次 和歌山友田市之餘的結尾 這次和歌山之餘整個行程都非常的悠閒舒服 我們這次從新大阪車站租車過來 那其實大家也可以從新大阪車站坐特級電車過來 我覺得這個地方其實很適合大家帶家人一起來 就真的很放鬆美食又很好吃 而且他們的橘子真的太好吃了 他們這裡有很多點都可以看到完整的海景 真的很舒服 然後人又不會太多 然後大家不要忘記這次我跟文章有在 草和果樹園買個三個茶包給大家 我們會抽獎送給這支影片下面留言的三個人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我們帶回去的禮物跟我們一起旅行 那歡迎大家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你們對哪個地方最有興趣 我們就會抽出來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